首先我先提醒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一个高山顶上 但是山永远有另外一个更高的山 有另外一个可以去向往跟征服的一种高度 那其实您问我 就是在十年里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但最重要的感悟是学了很多事情 我们从每一个设计里面都学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环境 每一个客组 客户 或每一个使用这个空间的人 每一个回馈来的意见 就是说你设计永远是在一种 你的内在的创作 当你创作完成之后 你跟外在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空间的使用者去对话 那每一个对话事实上都是 获益颇深的 我必须这么去讲 所以我们最大的收获 是在每一个尽心尽力的工作完成之后 在跟不同的空间的使用者 跟观察者去沟通的过程中间 他们所告诉我们他们感动的地方 或他们觉得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获益是在 所有的每一次的设计的结果 和其他的一个空间使用者中间的 互相的互动跟学习 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如果回头看十年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感悟不是我们完成了多少个案子 而是我们学习到多少多少的经验 因为我们有机会跟荣幸 跟做最好的案子 参与最好的团队 互相去挑战跟激荡 得到一些我觉得最值得珍惜 跟累积累的成果 这些成果都会让我们变成 我们的下一个十年 跟第二个十年 跟第三个十年 还有很多很多的未来十年 持续去探索 持续去成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感谢观看